小廚局花藝 欢迎来到小厨局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金和欢手绑花圈 每到春天就是金和欢盛产的季节 我们无论是在花店、花室 或者是在很多社群平台 都会看到非常多金和欢的生意 那有许多同学问说 金和欢呢除了我们把它绑成花束 或者是一般插花使用以外 还能做些什么作品呢 那因为金和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是属于可以自然干燥的鲜花的花材 所以呢它就非常适合拿来绑成一个金和欢的花圈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用金和欢 搭配小圆叶油加粒叶 来做一个春天的金和欢手绑花圈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花材介绍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藤圈 那这个藤圈呢它的尺寸是 外径大约26公分 就是25dm-26公分都可以 那我们也会准备一个鱼尾纶缎带 还有这个是0.5mm的铜线 那我们今天买的这款铜线呢它是咖啡色的 因为我希望可以跟这个藤圈的颜色稍微比较接近一点 好那在一开始呢 我会先建议大家 先帮这个藤圈绑一个可以挂的挂钩 那绑的方式呢就直接这样 直接在你的藤圈这里打一个结拉紧 再打一个结拉紧 接着两条往上 接下来呢这个长度的部分呢就看你 实际要挂的位置你需要长一点你就留长需要短一点你就 留短一点 那我们就绕一个圈圈 抓起来就会有一个 勾子 好像这样 那多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剪掉 好那这样就可以 好那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用这个 铜线 要打一个 开始的点 好那会建议大家呢 这个铜线的节点呢我们打在 大概约是 挂钩 往左 走一点点 大概是三根手指头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出发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打一个死结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它的起始的 就是起始的这条线可以留长一点 因为我们这样最后 到尾端的时候可以 头跟尾相遇可以直接打一个结 好那我们就打一个死结 好打完死结之后 这条长长的你要留好喔 觉得这条铜线你要留好 接着我们先把这个稍微暂时放在旁边 我们要先来备料 好备料的方式呢 我们会建议大家 把金和环沿着它的分叉修剪下来 那有些同学会问说 那它的叶子可不可以用 叶子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它的叶子的 形状啊 或者是姿态 所以我会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们每一支呢 的长度大概都是 大概五根手 五根手指头 像这样 五根手指头 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剪 一边确定大概五根手指头多的部分可以先修掉 每一支都是五根手指头 那叶子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 五根手指头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 先把 金和环先备料完成 好那下一样花彩呢 是 小圆叶尤加利业 小圆叶尤加利业我们就使用这个分叉 然后我们把分叉都剪下来 剪下来的小圆叶尤加利业 一样都是比一个五 多的部分剪掉 比一个五 多的部分剪掉 好所以我们现在再整理一区 小圆叶尤加利业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啊就是用 小圆叶 尤加利业 还有金和花以及 这个是原本金和花上面的叶子 我们就用这三种 素材来绑 一个 春天的 金和花花圈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小圆叶尤加利业叶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准备 绑花圈 好一开始起头呢 这个 节点可能会松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多绕几圈 去把这个节稍微压住一下 那不要转来转去 好那接着我们可以就可以开始来绑 那我会建议大家左手就握在你的节点的地方 花都是用慢慢的加上去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铺点叶子 那至于你的花圈要绑的多大多小 大家是可以自己决定 那记得这一条起初的铜线一定要留在外面 不要不小心绑进去了 会建议啊每一组 都有 有花也有叶子 就是有金和花 也有尤加利业 好如果一组抓好我们就这样绕一圈 两圈 三圈 那我们就进行第二组 通常会建议啊底部先铺叶子 那也会建议就是每一组尽量分量是差不多的 然后一组抓完就是绕一圈 两圈 三圈 那会建议这三圈是一接一接下来 不要在同一个点去同步的绕三圈 那接下来就换下一组 一样先铺点叶子 好铺好叶子再开始 好那抓的跟前一组差不多就可以绑起来绕一圈 两圈 两圈 三圈 好那就再继续下一组了 其实都一样 我们就在复习一下铺叶子 什么叶子都可以 那我的 喜好是先铺 金和花的叶子 再铺一些有加利业 再开始放金和环 但是放完金和环 我还会想要再铺个叶子 然后差不多了 然后绕三圈 好接着我们就用这样的步调呢 慢慢的把整圈都完成 等一下最后我们收尾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说要怎么收尾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继续 把后面完成 好那现在呢 我们的作品已经进入尾声了 所以尾声呢 这一把会非常关键 因为你最后一把在铺的时候呢 不能直接压在你的第一把 你一定要把你的 最第一把要翻起来 所以你最后 最后一把会缠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手放了这个地方 所以它会在 第一把的下面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 需要特别留意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最后的 一把到两把把它完成 那么就像是这样的一把 好那我们现在呢 最后一把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把整个作品翻到背面 翻到背面之后呢 现在这是我们的末端 我们去找到你最一开始的另一头 我们就在这里打一个死结 如果可以我们打得越紧越好 好打一个死结 那多的部分呢我们就剪掉 那你就可以把多的这个头呢 藏进去藏到你的藤圈里 好那我们的作品这样就完成了 是一个以金和欢 小圆叶尤加利叶以及金和欢 它本身上面的叶子 而绑成的一个非常有春天气息的金和欢手绑花圈 那这个作品呢我觉得不难 但你要仔细的去分配金和欢的数量 因为像以今天这个作品呢 需要的金和欢的数量会建议三把到四把 那所以大家如果实际去购买的时候呢 就要留意一下 它的分量其实是需要蛮多的 因为我们原本是只预计三把 但是实际榜一榜发现 四把其实是比较够用的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 因为其实你们去买金和欢 它的分量通常会是有的一把三支 但是它可能分叉很多 有的可能一把有六支 但是它的分叉可能没有三支的这么多 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实际去评估 它这个黄色的颗粒的分量 来决定你要买几把 那以这个作品我大概是用三把 又多了一点点给大家参考 好那尤加利叶的部分呢 我是用了三支尤加利叶 那我是购买那种就是 小圆叶尤加利叶 比较多分叉的那种来做这个作品 因为如果说你是买比较少分叉 可能它就是一把只有五支 就是都是直直的 没有什么分叉 所以会建议这个作品的小圆叶尤加利叶 尽量去挑分叉多一点的 然后大概三支就足够了 好那这个作品呢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手绑的技巧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个 大概25到26公分直径的 藤圈以及铜线 然后买两样花材 就是金和欢以及小圆叶尤加利叶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DIY 做一个充满春天气息的 金和欢手绑花圈挂在你家门口 那这个花材都是属于可以自然干燥的 挂上它之后呢 在你的家门口或是居家空间 它都可以欣赏至少一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金和欢手绑花圈 如果大家对于刚刚的课程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我会在波控的一一回复大家 我是花艺师吴尼燕 小厨具花艺 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 小厨具体 中文字幕开与 杨茜茜茜